大家好,今天又是成龙直播的时间。 这一集我是介绍一个杨智强博士。 杨智强博士在商界都很出名,他曾经在这个回归10周元的时间,他就做了几期访问,就是访问我们香港的高官。 看看回归后的感觉,这一辑访问香港人的杨智作品在湖南卫视播放,结果是得到北京的传闻大奖,一个很大的荣誉。 那一年他就去湖南卫视,他就忽然间给电话我,他说,王先生,我那几天就会出发去湖南,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拍摄一下湖南的作品? 那刚刚那几天,我又有点时间,因为他不是星期六四天,那我答应了他。 那转机,飞机飞到,在香港飞到湖南,入了凤凰博博博士。 住了一晚,第二天,洪博博士,就有一辆车,接他进湖南,洪凰虎城。 因为他问我,到底在哪里跑呢? 我说,如果你想拍民生,就在洪凰虎城。 那次去到后,又下雨了。 那糟了,下雨,一分钟拍不到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幸好结果,由当地文化局带着,我们拍了很多作品。 后期,他那个摄影成果是十分大的。 是考虑到英国皇家国家博士,也获得了很多摄影比赛的奖品。 最大一个成功就是,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大国戏上》。 就是多年跟我拍的这个摄影作品之外,也是他的创意的作品。 有很多是经过了修飞,影画合璧,创意创作的设计。 在这个香港大学的美术馆里,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摄影子丹。 我现在就将他一些很精彩小见的作品,给大家欣赏一下。 所谓,所谓的影画合璧。 你看这张,就是我带他去,大家都知道,在这里是《仙都湖》,拍水拉牛。 他找了一些画画的大师,将背景制作成一幅山水画,以现实的题材去画出不同的景物。 另外一幅画,将我带他去影的向海的这个单顶壳,逐渐逐渐抽出来,非常在太阳之中。 背景全部都是画画的大师作品,接着那些单顶壳,就是他拍的作品。 有一个创新,这两个小孩来自新疆,在玩猫猫,拍了一些同学。 所以这些电脑的设计也要很创意创作,背景也是一个名画家与他去设计。 这个《撒网》,大家都知道,红面树下撒网,我们三月年也出的。 一棵红面树在顶上,接着在撒网。 这字下面用山水画的手法,将他的作品更加提升。 现在这一张,是当年文珠大地震。 其实我应该放在后面,但不知道放在这里。 大地震之后,他和邱sir,因为我没有空找邱sir, 和他去到文珍访问,去到一个佛寺,那些佛像倒下了。 于是,他们就创作了一个救赎与重生。 救赎与重生,即是说,当地震之后,连菩萨佛像都支离破碎的时间。 接着重建新生。这一期创意作品是得到英国考赎,英国皇家高级会士。 有一张影画合璧的山水画。 其实这一张也不是影画合璧的,是现实的,是冒充到。 将它变成像画意一样。 冒充了一景。 接着向上一个单顶壳,再提一些字。 这样就变成了这一张这么精彩的作品。 这个提字的,是我们的国学大师,选堂。 香港很出名的国学大师,选堂和他一起的。 又一张清楚的玄阳梯田,那次云海真是美, 入川敏武入川的作品。 经过提字,修飞。 这个就是以司法为主的作品。 不是影画合璧。 新疆这个赶羊。 将它四边化成茫茫的景象。 亦都是找选堂国学大师,向他提了字。 功风吹高低,草低见牛羊。 打回大国气象的人,那次是大国气象的展览。 很有意境。 而且不是每个人能够在香港大学的艺术馆, 收藏的地方去展览。 这张也是我和他去泥水拍摄的帆船。 亦都是提了字,亦都是选堂先生国学大师提的。 亦都是将一张照片做到不像照片,像画仪。 其实这张不做之前,三只凡船这一张, 已经在国寨沙龙拿了很多奖品。 江西墓园,朝早晨墓, 顾树的黄海滩头。 这个是黄村,黄村这个地方。 黄村的滩头,朝早的武器很美, 引起了这张临来论志, 无中的处境,都是选堂帮他提的。 一页的兴周,在无中去行使。 这些只有一个人有的作品, 所以他得到很高的评价。 昔席那一年, 圆阳梯田文化节, 他就跟着我去圆阳, 能够发出一些农耕的景象。 因为那次的文化节, 他表演在一百只牛, 和一些农夫耕着, 身近的耕着。 背景也是套上圆阳梯田的很风光的云海, 武警,乡村的武警。 所以大家看这些照片, 很早很新鲜, 完全离起了正常的摄影手法。 当日文化节, 我们真是很幸运。 去到早上去到多姨树, 拍到这一张《云母尽村》。 这个《云母尽村》在多姨树, 不是我们经常的摄影友, 站在梯田那里拍摄。 我们是走到一个村子, 高处一个村子, 一户人家的天篷拍下去。 你们也觉得, 原来梯田的新鲜感, 云母绝脏村原来如此美丽漂亮。 这两张都是文母尽村。 金刚四射的老虎海, 这个梯田, 著名的景点。 但是能够幸运, 拍到这么漂亮的耶稣港, 不是个个人有这个机会。 现在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已经踏了。 这个《洪佛萍》的景象, 也不是常常有得拍到, 原样梯田真是千变万化, 不同与不同的景色, 可以吸引不同的作者, 去创作他的生命。 有时只是拍摄梯田一角, 已经是十分精彩, 不用拍得很多局部找尋, 那个光影的构图。 这一张利用荷花荷叶, 将它幻化了。 然后加个红色的渔船, 渔船渔船的人走过, 有一些飘逸的感觉。 梦幻中有现实。 这个凤凰古城, 长城楼上。 你看到, 现在这一辑的凤凰古城作品, 就是杨博士能够获得, 考到两日团之后, 就考到英国皇家的会试。 真是不简单的事情。 凤凰的婆婆, 一画一画一画, 编织一条一条的线条。 日积月累, 穿除百年, 手工成熟。 你看到它很简单, 很油然, 这样拉下拉下, 就成为一条线, 可以说是我们用来缝织的线。 现在这一张又是失存了, 只是在记忆中可以有。 人物地域的拆遷, 令到很多景物几年之后会消失, 就靠我们的作品去留下美丽的回忆。 这一撮吊脚流正值黄昏时间, 那些光影在吊脚流的竹丝之下, 形成了一个很美的导影。 光口有一个清理河道的船夫在不垃术, 做了一个主题, 简单单单地表现出古旧的吊脚流风味。 凤凰的颜色是很吸引的。 很多的景色都可以拍到 亭台柳额柳角古典的风患, 而且在夜华灯初上倒影之下, 更加是令人乐而忘返。 草上的吊脚流, 只要放两个姑娘, 有了个姑娘在这里, 游游走走, 已经充分在现实中表现得到凤凰的美态, 凤凰的生活的自然。 冬雨静往往都能够得到很高的分数。 这个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凤凰的姑娘, 在这里整着龙酥糖, 拉着龙酥糖。 由人来来往往, 用慢的快门做了一些穿梭的感觉。 冬雨静, 加上华灯初上, 灯火明亮, 气氛是十分理想。 一条吊脚流, 一个虎跳客和一个筑牌, 都是凤凰的人物, 他们的生活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就是靠着龙酥糖的虎跳客和这个筑牌, 就是能联络到两岸的生活。 凤凰的美不单是古色古香, 是有了湖南人士, 他们所有的民居生活。 他们有很多著名的人都在这里长大, 沈从文、书法家、黄永玉, 都是凤凰人。 他们有崇高的文学修养。 很清闲, 在这些地方成长中, 可以令人能够得到书气, 能够写作了了如人。 凤凰的老伯都有他们的生活习惯。 这一章就充分表现到凤凰的老人家, 悠闲的一面, 他们一生到养老的时间, 不离一枝烟枪。 更男轻女。 女性是要工作, 很多工作是女性做的, 男士就会比较休闲。 妙族的少女、美族、妙族的好人, 都以家庭为主。 有空, 她就要瘦化, 瘦一些漂亮的衣服给自己穿, 打一些很漂亮的卦饰。 她们的资产, 她们的金钱, 都花在她们挂的颜色上面。 挂得越漂亮, 就是说她越有钱。 第二个嫁妆就是这样。 这些。 余淑的妇女, 未嫁之前就穿这些衣服, 嫁了又不同了。 在她的服装里面, 就会展现到一些不同的图案。 你就知道哪个是少女, 哪个是少妇。 这些悠闲的乡村, 一何两岸, 生活, 写意, 空气清新, 意境迷人, 在这里, 过活的人, 都是很优势, 很自然, 猶然自得, 不太求金钱欲望, 只要自吸自粗, 儿女成长, 她们已经很开心活一生了。 好了, 又给大家看, 就是这一辑。 王家的作品, 就是说, 那里的佛寺院, 那些坏了出来的佛像, 有些坏了, 只是坏了, 一满木苍黄, 满地也是这样。 这张, 什么是旧属与崇山呢? 他就说, 即是说, 地震天灾之后, 哇, 一团浪迹。 但是, 这个地方, 很快, 很快, 就是, 我们中国人, 那个, 齐心合力, 一起去, 建设回整个城市。 第二, 他这里, 很突出佛祖的光灵, 显的光环, 令到那些地方, 佛祖会来照耀大地, 帮助他们, 快快发展, 也有很多资金, 很多中国人, 香港人, 都去捐款, 令到他们, 很快, 起了一些, 你看, 后面那些, 新的景象, 以前还没有, 重生是靠很多人积极去发展, 积极去帮助, 也有菩萨的打架, 除了佛祖, 这个也是千变万佛的神佛来帮忙, 一些很烂的地方, 慢慢就会变回到时, 可怜这个烈障的危险, 全部都要拆, 不能够住人, 很多的神佛, 满天神佛罗汉, 都会合力为这个地方祈求, 帮助他们重生。 天界报上去, 天界他们知道这件事, 除了人的救助, 天庭他们也会帮助危难的国家人民, 有一个华陀神将, 华陀各方面都会来, 在招难的土地之中, 去帮助他们。 这个愚难的公墓, 就是当时五一二大地震, 原厂建立一个公墓, 被那些死者得到安宁的地方。 风风雨雨,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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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目飘移, 满天神佛罗汉打构, 出力, 人的出展出力, 慢慢慢慢就要将城市发展。 很多菩萨在背后, 都会帮助危难的国家, 危难的乡村。 这间影兽小学, 大家都知道, 当时很多学生在那里, 不断端在想货, 便离弃了家人。 最初的神佛, 都是被地震打得朝头烂眼, 雷电交隔。 结果, 得到人民的努力, 神佛的帮助, 慢慢重建起来。 当时, 这间寺庙, 全部的菩萨, 十八罗汉, 全部都倒掉。 这不是问题, 只要有卫力, 有资源, 结果是得到重生的。 在作品, 反映了大地上的伤害, 也反映了很多人, 很多神佛, 去帮助他重生。 看起来真的很悲情, 很多事都破坏了。 不要紧的, 重头来说。 好了, 另外一些影画后悲剧作用。 几个农夫, 从森林墓地走出来, 百花之林, 开始一天的耕坐。 学寿千年, 寓意, 这个人生的美丽, 长寿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环。 《飞鸽满天》, 《飞鸽满天》, 学鸟长鸣。 《飞鸽满天》, 在这个深林之中, 在这个世界之中, 一路出现和平的意念。 在这个梦幻的深林之中, 《新疆人》, 赶着羊马, 轻轻走过。 《牧羊图》, 又有另一位画家, 加上创作。 令作品更加突出。 这个就是杨志强博士。 现在我介绍到这里, 也差不多了。 其实杨志强博士不止很多照片, 他那本影集有三百多张照片。 我今天不能介绍太多。 下次有机会再将他的好的作品给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到现在为止, 拜拜。